好,那大家好,我是好想工作室的Howard 今天你們應該會一整天常常看到我 因為我是這一場的主持人 所以今天早上的話 我們會先對好想工作室在在地做的 然後我們在這邊經營的資訊社群 大概做了也大概六年多左右 所以今天早上的話 應該整個上午都會跟好想工作室 然後在在地經營這邊是有關係的 那看看我們這邊是如何 從台南的原本你想到的是一個 美食、古蹟、文創、小吃的這些名詞 然後慢慢有機會聯想到它是資訊 甚至是培養人才 然後甚至是慢慢的變成是一個台灣 在資訊圈裡面算是有一些名氣的一個 軟體人才庫這樣子 那下午的話我們就會以資訊人然後跳坑 因為在GTV裡面的話 其實有蠻多非常多的人在裡面去關心公民議題 那不管它是什麼樣的技能的人 它是工程師也好 它是設計師也好 或是它是單純是一個copywriter 甚至是它是一個專精演員 可以把中文翻譯英文 英文翻譯成中文的這一類的人 看他們如何在各個專案裡面 然後去實作 然後去provide他們的技能 然後大家一起參與這些公民專案這樣子 所以我們從這次的大會 然後挑選議程裡面的話 會把跟資訊人跳坑這一塊的 然後放在我們下午的議程裡面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會有蠻多的議程 是講大家如何 如何未來如何或是過去如何 以資訊人身份去跳舞這個坑 OK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場的 session 我們就開始了 第一場的話是由我來介紹一下 好想工作室這邊 然後在在地經營空間 還有資訊社群這一塊 有一些點點滴滴的經歷這樣子 好 那再介紹一次 我是好想工作室的Howard 那其實兩個重點 我是一個工程師 徹頭徹尾的工程師 頂多只是一個比較會講話的工程師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我是台南人這樣子 那我在台南的話 其實從小就在台南生活 在台南讀書 然後國小國中 一直到大學的時候 大概就跟大家一樣 就像考到別的地方 的學校就離鄉背井 就很期望說可以離開家裡 然後獨自生活這樣子 但是我一離開的話 大概就離開十年左右了 就包含什麼大學啊 研究所啊 當兵啊 然後還在外地工作 那那個時候 其實我對於台南的感想 你知道嗎 台南的美食 它是美食之豬 你知道嗎 那你如果想到台南的話 你會想到什麼美食 如果自己 我自己我現在 我覺得自豪的是牛肉湯這樣 我昨天還帶了那個PM5 去喝牛肉湯早上這樣 7點的時候 PM5是我們其中一位 三密的總招 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我知道大學的時候 我不知道台南的好吃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我平常早餐的時候 我都是吃美而美啊 比較西式那一些的 我到大學之後 我在彰化念書的時候 我才從別人的口中聽到 欸你們台南的早餐 牛肉湯很有名這樣子 所以呢 建議你們如果明天的話 早起可以去吃一下牛肉湯 但是呢 千萬不要去吃什麼幾千幾千那一種 不要排那種醉 那太累了對不對 然後 因為發現說 原來台南其實是一個 很有深度 然後很有文化 然後美食很多的地方 那時候 反而人在外縣市的時候 你才會想要探索 原來我的家鄉 其實是有很多的古事 有很多好吃的東西這樣子 那時候才帶著朋友 外縣市的朋友 來台南玩這樣子 我還Google台南 有什麼樣的美食 我是道地的台南人 可是那時候 其實不知道台南到底有什麼 所以那時候 對於台南的認識 就僅止於說 就很多的美食 因為查Google資料 什麼東西 台南什麼必玩景點 全部都是美食 全部都是古蹟 在台南的話 你帶朋友來玩的話 一整天都是吃的行程 到現在其實還吃這樣 可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是唸 資訊相關科系的 大學 研究所 工作 通常說的都是工程師 都是資訊 軟體相關的 所以那時候 在思考一件事情是 我畢業了之後 我要在台南工作嗎 台南對於遠距離工作 是一個好選擇嗎 因為我是工程師 那台南的話有offer嗎 甚至是有在地的offer嗎 那台南是一個資訊沙漠嗎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件 蠻悲哀的事情 你知道嗎 我們有很多南部的小孩 我們做資訊圈的 做軟體的 我們甚至有一個成大在這裡 那台城新加碼 至少他是前四所的學校這樣子 那當然有很多的這些年輕學子 又有資訊相關科技畢業的學生 那你畢業了之後 如果你想要找一個比較好的配 然後有比較好的挑戰 然後至少說有人可以討論 甚至在晚上你覺得心血來潮 想要去參加一個conference 基本上這些在台南都是沒有的事情 在那個時候都是沒有的事情 所以如果說我們做資訊的 我們做軟體的 那我們做這些知識工作者 想要有一個未來的話 那我們大概就只剩下一條路 那一條路就叫做往台北走的路 這樣 所以當然就是我在那種環境時空背景下 我念完書之後 甚至我在外面念書 我在國外念書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 接下來我要做一份工作 當然就是直覺的就往台北走 所以理想背景十年 就包含在台北那邊工作這樣 所以那時候在思考 我在台南是可以生存的嗎 確實是有一些資訊的工作 在這裡沒有出來 可是這樣子起心起來的話 三萬塊三萬元這種狀況 然後你可以明顯的知道說 我進去裡面的話 其實可能就是你一個人的工程師 裡面的話 你可能進到的是一間傳產工廠 或者是資訊的接案公司 在裡面的話 你基本上沒有人可以跟你討論 你做的事情都是重複的 repeat 然後基本上你會感覺 好像我人生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甚至一輩子 你永遠都困在這裡的那種感覺 我只用困這個字眼這樣子 所以在軟體產業的話 對台南來講 台南這個多彩多姿的城市 它有很多很棒的人文 有很棒的小詞 可是對資訊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執行沙漠 它不適合在這邊發展軟體 那在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其實這也不是這個問題 這感覺就是普遍存在的問題 只是大家看到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都覺得 喔好 台南有它的歷史定位這樣子 然後台南有它就是特色的地方 我們就維持那樣子 那變成說我要在台南做軟體 或者是我是台南軟體人 我就感覺這個城市好像不接納這件事情 可是這又很奇怪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軟體產業啊 它其實一直以來都不是主角的角色 但是它是各行各業的配角 我覺得它任何產業 尤其在現在這個moment 你幾乎所有的產業 都是需要軟體這件事情 你不管你今天是傳產也好 傳產裡面是需要 就老闆娘是要算薪資對不對 或者是說你是工廠那一種 你裡面需要ERP這樣子 你是小吃店的話 現在都是用iSHIFT在點餐 或什麼之類的點餐系統 甚至說現在還有LightBud 現在我們UberEat 不胖子這種東西 全部都是資訊 都是軟體這些事情 基本上你各行各業都是需要軟體 我說你台南 我們有這麼多的文創產業 旅住產業 然後這一些很多的傳統中小型工廠 基本上每個人都是需要軟體產業 但是問題是很吊詭的是 在台南的這些資訊人 然後資訊工程師 找不到對的老闆 找不到對的工作 找不到可以發揮他們的地方 那另外一方面你知道嗎 台南的這一些老闆們 他們在這個moment 也都會面臨到資訊轉型 資訊接班的問題 都有資訊的需求 結果雙方都是找不到對方 這些老闆找不到好的工程師 找不到能夠解決問題的工程師 好的工程師找不到 比較適合給他們的戰場 這樣 結果這兩者你知道嗎 發生什麼事 都在彼此找尋對方 結果都找到台北那邊去 就在台北相見歡 然後在台北說 欸你也是台南人喔 我也是台南人欸 這樣子 真的很悲哀 我們在台南這一塊很棒的可以生活的地方 可是這些需求也好 或這些人臺也好 都跑到台北然後再次想回這樣 所以後來就看到說 這問題其實滿大的 尤其是自己又是在軟體圈的人 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想要解決這件事情 我要問一下大家 你知道嗎 工程師擅長什麼 工程師最擅長抓蟲 最擅長debug 可是還隔空抓藥 可能要聽一下對方的問題點的話 我們大概就可以判斷說哪邊有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滿大的 資訊議題 不管是從環境也好 從教育層面也好 從產業圈也好 其實問題是滿大的 這要抓蟲嘛 其實也抓不完 除了工程師擅長除了debug之外的話 工程師還擅長另外一件事情 擅長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工程師擅長食肝 三不五十 我們就重新造個輪子這樣子 所以說工程師不要重複造輪子 我們可以上一下開源的Github 看一下有什麼做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呢 當沒有人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還是擅長自幹的 所以呢 在台南這一塊 你說是一個資訊沙漠的地方 看到了這一些問題 看到沒有人才 看到環境 資訊環境 它其實沒有那麼友善的狀況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 你知道我在台北的時候 我是在一間創投公司工作 它是李開副開的這一間公司 它是台灣創業工廠 然後它雖然是一間創投公司 可是他們自己有自己的資訊團隊 或是工程師嘛 在裡面做資訊人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在那間公司呢 其實是因為 我的人生就是一定要創業 不創業會死掉的那一種 縱使你不知道要做什麼 但是我知道我要創業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年紀也差不多啦 就大概也是三十幾啦 就覺得說 好我的人生是應該要創業的 應該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所以我大概 就從台北那邊 就直接離職 然後就回到 跟老闆說 我要回到台南來創業 沒有說台南 我說我要創業 他就說 Howard 你給了我一個 我不能拒絕的旅遊 因為他是創投嘛 總不能說我要創業 他拒絕你這樣子 好那太好了 我就決定我要創業了 那時候創業的話 我就有兩個選擇 你知道嗎 我要嘛就選擇我在台北 留在台北 那台北的話就是資源多嘛 就相對來講的話 你不管是人的資源 然後或者是相關這些 找金主也好 找主題找服務 做什麼樣的東西都比較近 比較靠近市場 這是一個選擇 另外一個選擇的話 我就是回到台南 那問題是為什麼台南是一個選擇 剛剛提到台南是一個資訊沙漠 為什麼台南是一個選擇 我那時候在想是這樣子 創業你知道嗎 創業比的是什麼 創業不是比誰能賺大錢 或者是說你的idea比較好 或者是說你的執行力比較強 我覺得創業最重要的是比什麼 比看誰活得久這樣子 你活得久你就有機會撐下去 你就有慢慢機會慢慢調整 慢慢好這樣子 所以你在台北 哇塞 台北分裂很貴你知道嗎 台北的話你租一間辦公室 你少說也是幾萬起跳這種 你害一個工程師的話 少說也有四五萬起跳這種 那台南呢 欸好像還不錯 你知道嗎 我們這一塊地方 這一塊地方大概八十坪的地方 好像工作室 你知道我們租金多少嗎 我們這邊的話定價一坪是一萬 不是一坪是一千塊 所以八十坪的話定價它是八萬塊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們在火車站旁邊 在台北火車站旁邊的話 你看這種大概二十萬起跳這樣子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在這裡的話基本上 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有點空虛 覺得很冷 感覺外面都沒什麼人 是不是走到奇怪的地方這樣子 但你進來的話 其實我們這裡平常的話 是坐滿人 那我們這個環境其實還不錯 還滿適合做這種 產出的工作環境 那在這邊的話 其實園區還有給我們打折 這是很棒的事情 所以在台南 分裂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那時候想啊 既然我要做創業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就選擇回到台南來做 第一個 我可以真的活得比較久 那第二個 資訊產業工作者嘛 那時候很天真啊 人體產業工作者嘛 應該我可以在線上作業吧 沒什麼問題吧 現在網路又這麼發達 人手一機 然後大家在哪裡 Starbucks 麥當勞都可以工作的地方 所以想說 線上應該可以walk 隨時都可以連線 沒問題 決定就回到台南這樣子 那回到台南的時候啊 一樣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那時候就很單純的說 我要做資訊相關的服務 做資訊相關的創業 那第一件事情 我需要有一個地方工作 那時候在台北的時候 其實就有接觸到 以cogin space這樣的概念 所以那時候就看到很多 很不錯的地方 因為台北那時候cogin space 已經慢慢冒出來了 也覺得這個想法真的很棒 就是說大家 雖然彼此不認識 但是在一個空間工作 彼此可以support 彼此可以交流 那彼此也可以互相取暖這樣子 所以在台南的時候呢 我就慢慢的去找 看台南有沒有這樣的空間 有沒有這樣的cogin space 那確實是有 可是你知道嗎 這些cogin space 大部分都不是給工程師用的 大部分都是那種 像是這個叫做商務中心的那種感覺 或者是像是台南有另外一個地方 他是以設計師為主題的 像是星球那個地方 他其實也蠻棒的 可是確實是沒有給工程師使用的地方 那不然這樣子 工程師擅長什麼 debug還有什麼 自幹 既然沒有這個空間的話 那我們就自己弄出一個 共同空間 工作空間出來 所以那時候 剛好也是家裡的話 有一塊荒廢 大概十幾年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就決定說 把那個空間稍微整理一下 既然我自己一個人用 那地方大概33坪左右 一個人用有點太大 那不如share出來 把它變成是一個 以資訊為主的共同工作空間 我期望在台南這邊呢 如果相關的軟體工作業者 至少啊 我們大家可以聚在這裡 不管互相取暖 互相support 互相分享也好 所以這個空間就跑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一開始 好想工作空間的樣子 大家看 空間明亮寬敞 然後 我覺得很棒的是 他四周全部都是窗戶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沒有開燈 早上就很亮這樣子 然後感覺就很適合在裡面工作 喝杯咖啡這樣很悠閒這樣子 可是你知道嗎 這張圖片裡面有一個大問題 很大 想想這什麼樣的問題 你知道嗎 既然叫做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如果這個空間裡面沒有人的話 那就是一個大問題 對 前半年左右 就只有我 跟旁邊一個人這樣子而已 我就這樣度過半年 為什麼沒有工程師聚在這裡呢 跟我想像完全都不一樣 創業就是這樣子 那想一想 欸 原來台南的工程師其實 慢慢的都已經習慣這件事情了 資訊沙漠嘛 那我就待在家裡工作就好啦 我就去Starbucks工作就好啦 所以一開始就長這樣子 好 所以就被綁在這邊半年啦 慢慢想慢慢想 應該要怎麼做呢 好 沒有人怎麼辦 我說啦 工程師最擅長什麼 Dbug 還有什麼 自幹 沒有人那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把人自幹出來這樣子 那當然不是自己生啦 自己生的話太慢了 所以我們就最近做一件事情 我那時候就做 免費的資訊培育這件事情 可是這個東西也不是 突然天上掉下來 零機移動這樣 這其實有一個故事 那時候的話 有一個台南的呃 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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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算蠻大堅的 他說欸 Howard我們公司啊 沒有諮詢部門 其實台南很多的公司 都沒有諮詢部門 都沒有諮詢人員 他說 Howard你是一個蠻不錯的工程師 那不然這樣好了 那我們就 能不能到我們公司來這樣 我就說 我現在在顧Colking Space 基本上都被綁在這裡了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去HIRE工程師 那我來就幫你做Chaining 他說好 所以他出錢我出力 我們要找人 我們找到長龍職工系的主任 他覺得這個想法蠻不錯的 所以他就派了12個學生給我 可是我說這樣太多了 我們就先六個開始 所以那個六個的話 就是第一梯的Chaining學院 那這樣子慢慢Chaining 從第一梯 然後第二梯 每次Chaining的時候 都會有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 結果產生 那我們就持續調整 所以第一梯Chaining 第二梯Chaining 第三梯Chaining 漸漸的我們就 因為人來嘛 至少說我們就要免費的培育 大家都因為免費這件事情 比較吸睛 所以慢慢的這個空間 就會越居越多人 那在我們這個空間裡面的話 除了他在這邊 然後Chaining以外 我們Chaining的模式也很特別 等一下的話會有另外一位聖凱 然後他是我們的Web mentor 他有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的Chaining過程當中 其實都有互相討論 然後互相分享的這樣的聲音出來 漸漸的他就把這個空間 整個都充滿資訊的氛圍 資訊的主題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個人進來的話 他會感覺 這邊在聊的東西 好像都是跟我有關係的 都是我聽得懂的東西 漸漸的他會感覺這裡是熟悉的 那他就會慢慢待下來 所以用Chaining的模式 漸漸的凝聚出一開始的學員 漸漸的讓整個這個氛圍慢慢擴散 然後開始凝聚出真正在這邊的工作者 那人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但我們做Chaining這件事情 其實慢慢的也發現 整個體制上的問題 你知道嗎 台灣的工程師其實很多 非常多 台灣其實不缺工程師 可是台灣缺什麼 台灣是缺的是好品質的工程師 你知道嗎 全台灣的資訊公司 從頭到尾每一個公司都在找人才 都在找好的人才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 代表說台灣其實整個體制下的話 並沒有辦法去創造出好品質的人才 那我們做Chaining也看到了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了傳統教育 或現在的做資訊教育相關的 那像什麼 具什麼東西的啊 資什麼東西的啊 所Chaining出來的人才 到底有沒有戰力 再說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做Chaining的時候 慢慢摸 你知道嗎 反正我們也是走 有LinstaUp嘛 敏捷思創業嘛 每一次try try and arrow try and arrow 然後繼續調整 很快速的反饋 所以我們慢慢的摸出 原來我們Chaining 其實是想要量產出好品質的工程師 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做 等一下我們介紹 那我們做Chaining的模式其實蠻特別的 你知道我們不收任何的學費 完全免費 甚至在這邊的進駐費 都是不收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不列任何的課綱 我們沒有任何的 上課固定的上課時間 沒有任何的老師固定上課 也沒有任何的固定的上課的內容 一切一切都是讓他們在這邊自學 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不會care來的人的任何背景 他不見得是需要一定要會什麼 或者是說他一定要先懂了什麼 或者是說他不需要一定是本科系的學生 所以我們有什麼大器系的啊 心理系的啊 體育系的啊 這些東西都有 重視是一張白紙我們也是ok的這樣子 那我們只要求一件事情 要來care您的學員 他必須要把他所有的時間都拿出來 一到禮拜五整天 並且持續半年以上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 我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啊 教他技術非常非常的簡單 我只要一個週末 一個禮拜 我就可以教會他一張技術 但是你知道好的人才 從來都問題都不是在技術上 而是在這兩個點 他必須是個人特質 他必須擁有這樣的特質 他要擁有自我學習的習慣 跟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樣子的個人特質 你才有機會被定義成是一個好品質的人才 所以我們把他的時間reserve下來 boog下來 其實重點不是在教他技術 技術只是一個過程而已 重要的是慢慢用環境用氛圍 然後潛移默化 變見的去改變他的習慣 跟改變他的特質 跟改變他的mindset 所以在我們這邊的話 就常常在裡面都是互相討論 所以你看這個空間 可能上一秒大家很安靜的工作 在這邊都是自學 下一秒的話 突然有人就白板拉著 開始講一些東西 然後開始就圍起來越來越多人說 欸這個東西我想知道 或這個東西我好像會 往未來分享一下這樣子 所以這個空間的話 時時刻刻都有一些小火花冒出來 因為都是以資訊為主的 所以在裡面的話 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嘴上一兩句這樣子 那交流的氛圍就會非常非常的旺盛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除了資訊相關的這些討論 學習之外的話 其實我們就越來越聚集起來 越來越多人嘛 那裡面的人的話 就開始會固定的分享一些東西 甚至旁邊這邊有沒有 旁邊這是天龍書局 台北資訊的書局 所以這些書啊 全部都是open的 在這邊的工程師 隨時都可以過去直接翻 都是可以看 當然他喜歡的話 大家掃QR Code付費買回家這樣子 但是呢 在這邊的工程師 隨時都是可以拿過來 然後直接這邊翻閱的 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把這空間 打造成是一個軟體工程師 資訊人的天堂這樣子 那漸漸的在裡面 就越來越聚越來越多的人這樣子 所以他的模式大概是怎麼走 一開始的話你知道嗎 只有我 只有賽下本人 那一開始做了training 所以我就是 我做web這塊的 所以我就做web mentor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收了一些學生這樣子 學員慢慢收進來這樣子 那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空間裡面 除了這些學員之外的話 還有一些進駐者 這些進駐者跟這些學員 其實關係是蠻三八的 有些時候呢 這些學員在做一些東西 因為討論這些東西 進駐者走過去看到的時候說 欸這個東西我還告訴你們好了 開始把本拉著講起來了 或者是這些學員走過去 那個後面那邊裝水或幹嘛的時候 就看到進駐者在玩一些東西 就是說在玩adduno啊 在玩py啊 在玩什麼東西 寫什麼樣的程式啊 畫面很絢麗很酷的說 哇這個很酷耶 你在做什麼東西 就開始聊起來了 所以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蠻密切 因為我們整個空間都是open的 那漸漸的漸漸的這些進駐者啊 有些時候就會看到 其實做這件事很nature很自然的 有些時候看到說 欸Howard你在做training喔 你在做training好像蠻有趣的耶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也來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一開始的話 只有我做web這一塊的training 慢慢的就有iOS的工程師 然後他說 欸Howard那我也來 launchiOS的camp 那甚至是後來有 Android的工程師說 那我也 launch Android的camp這樣子 那我back-end的工程師 我也來 launchback-end的camp 這樣子慢慢的 我們好想工作室 從一開始的web front-endcamp 慢慢長出其他的不同的camp出來 那我們的training就越來越多 彼此之間他們連結有越來越多 那漸漸的隨著時間推移啊 那些學員漸漸的就變成是一個 合格的工程師 變成是有潛力好品質的工程師 這時候他們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他們就是 照慣例 就大概往北部發展 或是他們的家鄉 或是他們有興趣的地方 但是接下來呢 有一件事情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有一半的這些人 這些學員 他們會說 欸我喜歡好想工作室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氛圍很棒 我喜歡跟人家互相討論 甚至我在這邊的話 可以找到一條 可以remote offer 或者是可以遠距離工作的 一個機會 那我想要留在這裡 所以呢 有一部分的學員 他就留在這裡 變成是co-worker這樣子 所以這個模式慢慢的 就變成是好想工作室內部的狀況 我們從training開始變學員 然後然後學員長成了之後 變為進駐者 有些進駐者 重新變成mental 就變成是一個內循環這種模式 這種模式的話 讓裡面的人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我們一開始那個空間 大概33坪的空間 大概兩年左右 兩年之後的話 我們那33坪的空間 最多我們塞了40個人在裡面 沒辦法太太擠了 所以我們就搬到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後來80坪 當然就紓解了 可是呢我們大概經營這個空間 大概是兩年左右 接下來我們也是面臨到另外一個問題 人也就越來越多了 甚至我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大概這個地方 大概兩年左右 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辦法再收其他人 就必須要暫停停止招收了 那學員很多人想要進來 可是我們也是因為空間的關係 所以並不見得可以 來報名的人都可以收這樣子 這樣的模式下 產生越來越多人 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其實我們很容易的去對接 一些其他的community 因為我們這裡隨時都在 有一些分享一些talk 那我們當然就很自然的 對接其他的 像高雄的前端社群啊 台中的一些資訊社群 甚至台北的社群 那甚至我們這樣子做 慢慢凝聚出很多的人 我就說我們什麼人沒有 什麼資源沒有 但是我們工程師就是多了一點 所以如果在台南 有需要資訊相關的 基本上我們這裡都可以提供support 那漸漸的像是去年啊 像是我們的G0V 黑客松 就是辦了一個斧城的黑客松 那我們這邊的話 當然也是很多工程師 就踴躍參與 所以那次的參與下來 其實也因為那次的參與 就是說 台南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然後在地的社群 其實也是很強壯 很強壯 然後很旺盛 所以今年的G0V 三密啊 才會選在台南這個地方去舉辦 那是一個蠻有趣的結合 但是也是因為 這樣的社群的關係 我們其實連結到 很多很多不一樣的 很多不同地方的資源 雖然我們在台南 可是我們可以連結到 很多其他城市的資源 不管是在南部 在北部 甚至在國外的資源 那漸漸的 我們在整個圈裡面的話 就說嘛 怎麼沒有這隻工程師多了一點 其實我們很容易就 就跟industry 跟企業這邊做串接 他們都有資訊相關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變成是 他們的一個pool這樣子 所以這是好想工作的事 一開始 從一個mentor開始 然後慢慢的長出 整個環境 整個人 然後串聯到各個地方的資源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這樣子 我們其實不是在創造工程師 我們其實是在創造一個氛圍 你知道嗎 如果你要手把手帶一個工程師 或者是說你要用上課的模式 去帶一個工程師的話 其實那是一件非常非常累的事情 所以我們以往的教育方式 我們都有一體適用的教材 某種程度 他就是 一個老師他就可以處理十個學生 因為我們有教材 照步調走 但是你知道這個問題是什麼嗎 如果一個老師可以對十個學生 那如果我有一百個學生的話 那代表說我要十個老師 這種狀況 所以我們覺得這種模式創造出來的人 不太正確 那你就變成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變成是填壓式的或餵食式的教育方式 所以我們覺得正確的方式 應該是你要創造一個氛圍 你要打造那個氛圍出來 那投入裡面的人的話 他才會漸漸的變成那樣的人 看到在這邊的人 他知道如何去做學問 他知道如何去舉手問問題 像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問題 舉手跟他要他們的命這樣子 所以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看到每個人都在舉手問問題 那感覺就像是喝水一樣的簡單 所以自然而然的 你就會變成這樣的人 就像是我今天如果進到 像是MIT啊 或者是長春藤這些名校啊 我感覺進去好像 哇大家好像都很用功欸 大家好像都是到圖書館去 我好像也應該這樣子做 你就變成那樣子的人 那如果你今天去到一所野基大學的話 你就會感覺大家好像都在玩 我好像也要玩欸 那我就變成是那樣的人 所以環境其實很重要 那我們其實並不是在創造工程師 我們後來發現 我們其實在創造一個環境 是一個氛圍 是一個在裡面的話 他只要進到這邊來 慢慢的他有機會被潛移默化 變成這樣的環境的人 那漸漸的我們甚至是有辦法 把這樣的場域的環境 慢慢擴展繼續擴展 甚至變成是一個產業的聚落 擁有這樣的環境的產業聚落 所以如果講說 好想工作室的話 基本上我會講這四塊 所以首先我們做Calking Space這一塊 那Calking Space的話 我們就是有主題性的Calking Space 是以資訊為主題 其實台灣很多的Calking Space啊 他們都沒有主題性比較多 甚至他們會說 我的Calking Space有主題性啊 我的主題就是創業這樣子 創業基本上大家還是不同的主題 但他們的想法是這樣子喔 我說我讓了Calking Space 我期望在這邊有不同領域的人才 我期望這些不同領域的人才 在這邊有交流有火花 確實 但這件事其實非常非常困難 基本上如果你的領域差太多的話 你在一個空間裡面相遇 而且當大家都有各自要忙的事情 你們會談論的東西 就只剩下我們中午要吃什麼 今天天氣不錯喔 這樣子而已 其實你們很難去創造一些火花 真的實質合作的火花出來 所以我會說 以Calking Space來講的話 會有三個level 第一個level的話 就是我的物質的分享 我有桌子 我有椅子 我有冷氣 我有印表機 大家一起share 第二個level的話 我就是mindset的分享 我的創業這個idea 你有你的專業 你幫我評論越來越強壯 除此之外的話 第四塊我會介紹的是Tech Agency 我們什麼沒有嘛 就工程師多了一點嘛 所以他們要找人才也好 找case也好 找偶人consulting也好 然後進來聊聊 看書也好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學什麼樣的東西也好 只要跟資訊相關的 就會提到好想工作室 目前在南部 在台南的話 我們是這樣的角色 所以漸漸的這四個主題 我如果講好想工作室的話 簡單講這四個主題 那這四個主題的話 彼此之間的話 有很多的關聯性 例如說 因為我們做training 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子做training 因為我們蠻韌性的 是因為自己的空間 我們為什麼做community 所以可以隨時辦活動 二四小時辦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空間 那甚至是說 那我們這邊的話 做training的話 為什麼可以隨時都有人 互相分享互相交學 因為本身的話 做community這一塊 就有很多的資源 對外連線 不管對外面找到的人 或者是在裡面產出的人 很容易就彼此互相分享交學 所以這四個元素在裡面彼此之間的話 都會有很多cross的事情發生 那 目前好想工作是以這四塊為主題發展 那漸漸的我們就越虧越大 越虧越大 甚至是到不同的領域 慢慢的有可能會有 一歪一差的 甚至會有在人生方面的親子 因為我去年生了小孩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能還會有所謂的一個叫做 親子共同工作空間 不過這個概念的話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那我們想做的事情其實是建立一個聚落 我們想要建立一個資訊人才的聚落 那這個聚落的話漸漸的慢慢build起來 我們期望在這個空間裡面的話 全部都是資訊相關的人 Maybe這張桌子是某間公司的IT Maybe旁邊的桌子是某間公司的RD 它是個別不一樣的 只要資訊相關的人都可以聚集在這間公司 它可能是remote over 或是它是soho 它是直接case的 或甚至它自己創業 但是資訊相關的人都是投入在這個地方 慢慢變成是一個聚落 那現在我們有這樣的空間 甚至接下來我們可能還會 目到另外一個空間去 是一個380米的空間 這個東西如果越擴越大 越擴越大的話 它就甚至有機會 讓人家聯想到 如果我想要找人才的話 我會想到那樣的空間 慢慢的整個南部 甚至整個台灣 甚至整個東南亞 甚至整個亞洲 我們想要變成是一個資訊人才聚落 這樣的概念 而且是以人為主體 不是以建築物為主體 台灣有非常多的什麼亞洲矽谷啊 基本上裡面就只有漂亮的建築物 但是裡面缺少的重要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人 可是我們是以人去填滿這樣的空間 那我們想要變成是一個燈塔 我們想要變成是產業的一個燈塔 只要想到資訊就想好想工作室 只要想到好想工作室就想到資訊 它是一個代名詞的感覺 我只要跟資訊相關的就跑到那邊去 那這樣的話 漸漸的它就變成是一個產業的代名詞 那這樣的話 甚至是未來你有機會去創造一個通路 去創造一個市場出來 現在我們已經做到一件事情 剛剛提到說我們台南啊 如果一個工程師 senior工程師 junior junior工程師 我們可能在這邊開的offer maybe是三萬 三萬五這種狀況 但我們好想工作室 現在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來有談案主的 有需求的 想要談case的 想要找offer的 想要找工程師的 我們可以跟這些案主講 跟這些老闆講 好想工作室所訓練出來的工程師 基本上我們會顧慮他的品質 並且慢慢持續培養 可是我們開出來的offer 給一個工程師offer是五萬塊錢 你要或不要 但是現在這些在台南的這些老闆們 其實慢慢已經懂得資訊工程師的力量 他們也沒得選 所以我們漸漸的是可以創造出 工程師的市場出來 讓他們真正得到一個友善的環境 所以我們的初衷 我們初衷非常非常單純 基本上我們想要讓在南部這邊 做資訊產業相關的年輕人 不管他是就業也好 還是創業的年輕人 他有一個友善的環境 他有一個友善的環境 至少他可以留在這裡 他可以留在家鄉 他不用往北部跑 那我在想 那時候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或許或許我就不用離鄉背景十年 然後讓我可以待在我自己的家鄉 為我自己的家鄉做一些事情 甚至在這一些 慢慢凝聚出的資訊人才力量 可以讓台南 讓整個城市讓整個南部 他資訊的力量 他可以散布到各行各業裡面 然後持續資訊力量成長 這樣才是對的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在資訊 在空間裡面的話 剛剛提到我們是怎麼做的這些concept 那當然我們在這邊 你知道我們這裡五六十個人 平常的時候如何去run這件事情 他其實有蠻大的學問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會交給妹 你知道嗎 管理這五六十個學生 好想工作是 我們 有幾個員工 我們只有一個員工 所以接下來我就交給我唯一的員工 他來跟大家聊聊 他如何去 在這個地方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妹交給你囉 可以幫我轉小聲一點嗎 大家好我就是妹 然後就像好我剛剛介紹我是好想公司 唯一算是比較正式的員工這樣 我們是有mentor 但他們有點像是part time領 bonus的性質 然後主要的管理者是我這樣 然後我先大概介紹一下為什麼我會來好想工作室 我本身的就是我本身是讀國貿相關的 然後跟資訊在這之前就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然後就剛好靠關係進來 就是我哥本身跟Howard是好朋友 然後剛好在工作室擴張的階段 他需要有一個人幫忙 喔這個要拿掉嗎 就是剛好在擴張的階段 然後Howard比較常在跑外務 他需要有人幫忙處理空間的問題 處理公司帳戶的問題 所以他需要hire一個 講白點就是一個幫忙在空間裡打閘的人 然後我那時候剛好回台灣 然後那陣子還沒有工作的時候 我哥就覺得 嗯那這個人就是我妹了 他的個性很適合做這件事情這樣 然後我哥就把我介紹進來 然後介紹進來 他很沉重的跟我說 因為他畢竟跟Howard是好朋友 他很沉重的跟我說一句話 他就說 你進來我送你一台Mac 但是你答應我至少做半年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半年換一台Mac還換算了一下 嗯一個月多6千塊好像還蠻划算 然後我說會啦會啦會啦會做超過半年啦 這樣然後後來 其實我到現在到12月其實已經做蠻四年了 對就不小心掉到這個坑然後有點出不去這樣 對然後中間我想要補充一個小插曲 就是是不是大家都比較 比如說很難跟長輩介紹 什麼是co-working space 可能甚至連我那個時候也不知道 什麼是co-working space 就是你如果是像我以前曾經出社會做過採購啊 可能就是進一間公司當一個行政職 然後就覺得上班就是在公司 根本就不覺得這種場域會有人需要這樣 然後相對就是我哥那時候會認識Howard也是因為他在找房子 然後找一找不小心找到我們原本工作室1.0樓上 然後他們剛好Howard的媽媽吳媽媽有在出租套房 那時候工作室還沒有開始做的時候 就是還沒有整修完畢 然後我哥就上去看了套房看一看之後 經過二樓就覺得 欸這個場地在裝潢欸 這以後是我們的交儀廳嗎 還是以後我們可以在這邊煮東西當客廳嗎 然後吳媽媽就說 喔我兒子我兒子說要開公司 但我也不知道是要開這個公司這樣 然後就是一個吳媽媽根本就不失到 然後他兒子用這場地要來幹嘛 然後就因緣際會之下 有一次我哥跟朋友吃飯 然後朋友就說欸附近有一間Cooking Space 我朋友開的要不要去看看 然後看來就喔原來當初的房東吳媽媽 為什麼會不知道他兒子在做什麼 因為你根本就很難跟你的長輩解釋 為什麼他需要特別租一個位置來工作 而不是在公司正常的上班 或者是可以工作的時候不要在家裡工作就好這樣 但是到現在也投入這行業四年快 就是要進入第五年了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 這其實就已經是一個 Freelancer工作很必須的地方 畢竟他比咖啡廳還舒服這樣 然後可能你也是花一杯咖啡的錢 那你可以待一整天 對這就是我想說 我就覺得Cooking Space這件事的小柴 可能吳媽媽到現在還不是很清楚 我們這邊在做什麼 然後當初我來面試的時候 Howard 因為坦白說一開始我剛來的時候 空間裡面的常態出現人數大概就是十幾個 我數過Top大概20個人 然後我進來的時候是工作室營運進入 剛進入第二年的時候 然後我也是問Howard說 Howard我要幾點來上班啊這樣 他說11點12點1點都可以啊 隨便你啊這樣 我就說喔好 然後我就10點就來上班 的時候我就按了門鈴 然後沒有人欸 我是第一個 我竟然是第一個到的 然後我不得其門路 還在7等了半小時才出現第一個人這樣 但是工作室一直漸漸 漸漸到第二年 越來越多Mental加入 越來越多進駐者加入 然後我們就是漸漸的長到30人40人 到我們的1點0爆棚的狀況 常常是早上大概6點多 因為我們就會有開門的紀錄 大概早上6點多就會有人來 然後半夜可能也會有人呆到12點多1點啊 甚至有一些國外的可能半夜會在這邊跟 就是國外做Count Call之類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24小時營業 然後一開始還會擔心 喔貓的早餐太晚吃了 然後後來就是貓都還沒有醒 第一個人就來了 對 然後我跟Howard的工作分配 就其實一開始我們也沒有太認真的去分配這件事情 因為Howard就是需要跑外屋 他可能沒有辦法像一開始那樣 就是整天都待在工作室裡面 然後我們可能有個默契就是 我負責對內管理空間 管理空間裡面的 幫忙管理裡面的學員 就寫助Mental 然後管理學員管理進駐者這樣 然後Howard的角色就比較像是 就是對外傳教啊 以及他本身就是資訊相關 如果有人來談案子的話 就是接洽業務也是都有他來當接口 然後再來慢慢的 譬如說Pass給某一個Mental去帶人做案子這樣 所以我們一開始沒有認真分配 但慢慢的就走到我就是對內 他就是對外 所以他其實就蠻常看他在外面 可能去台北啊或哪裡分享這個空間 然後 第二個就是Howard那個時候 就跟我說 啊你的任務可能就是 他說我們現在有幾個任務這樣 啊可能有空間有人什麼 然後那時候 剛來的時候很菜皮疤 然後後來就是漸漸的比較 長出自己的勢力了 所以大概比較不敢得罪我的狀況 然後那時候有點自以為是 然後我就說 欸那你覺得我們現在有空間人啊 然後公司啊什麼的 你覺得你可以負責什麼這樣 然後我就在白板上 把人跟空間圈起來這樣 然後他就說人 你覺得你現在可以管理人 我就說 我覺得可以啊 我跟他們都蠻好的啊這樣 結果後來發現根本就不是這回事 就是 真的就是 可能以前在學校好了 可能 在學校會待比較長時間的狀況下 我可能都會選擇跟自己的同溫層交流 所以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啊 或是有一些 講白點就是很常 因為我們這邊很多都是剛出社會 或是剛 就是他甚至還沒有出過社會 就是一畢業就進來 就是很多屁孩 然後你就會 然後加上我們老闆的脾氣 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我都會覺得 為什麼他都不會為這種事情生氣 然後他不生氣 就我一個人在那邊生氣這樣 我們 就是有很多很 很稀奇古怪的事情 比如說 幫忙買綠豆湯買完之後 他說 要錢喔 我以為不用錢欸 不用錢我才要喝欸這樣 之類就是因為 HOWER是一個很大方的人 然後遇到這些事 然後我就跟HOWER分享 HOWER就覺得 喔 沒關係不要理他 他們就是屁孩這樣 然後我就漸漸的學習到 我們老闆的那個 他常常就是 LadyGo啊什麼的 你不用 不用太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上啊 其實你越去再一直 讓自己痛苦 反正我們就是 看 我們就知道 每個人的個性是怎樣 這樣 然後你會在什麼場域去運用它 所以我就知道說 其實管理這件事 管理人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很大的學問 就是他會對你非常非常的大方 反正他就把他的空間 然後他有的資源 常常請大家吃東西 喝東西這樣 但他對你很大方的時候 同時間他也可以觀察 你這個人是不是一個會 願意回饋這個場地的人 但我們說回饋 並不是 HOWER出去 比如說你出去工作 需要每個月奉獻多少功德金回來 我們不是這種回饋的意思 我們的回饋比較像是 你可以運用你的能力 比如說 你現在接受別人的幫助 你接下來也可以來幫助新人 就是幫助 就是間接的也是讓我們經營場域的人 可以減少一些工作份量 比如說學長姐幫忙帶學弟妹 或者是幫忙處理空間的事情這樣 所以我們就覺得回饋其實 我們希望造成的回饋不要是直接對我們 而是直接對這場域造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部分是合夥人經營模式 就是我一開始也只是覺得 我就是一個HOWER的員工啊 我就是領他薪水啊做事情這樣 然後後來漸漸的發現 HOWER其實不是只是把我當一個員工 甚至他也會對 比如說裡面對我不禮貌 當就是一開始很菜的時候 會對一些對我不禮貌的學員訓話啊什麼的 就是他其實是把我當作合夥人在看待 就是我們一起經營這個地方 要怎麼讓這個地方變得更好這樣 然後曾經就是有一個其他空間 剛開始做 因為我這個角色就有點像是管家啊 要管公司管帳這樣 就是管公司管帳 然後還要管一些有的沒有 要跑銀行跑郵局啊 其實就是管空間又要管公司 對 然後他就問我說 欸他常常面臨到經營 就是經營一個空間的問題是 大家很不守秩序 然後很常會有人把東西 比如說杯子喝一喝就丟著 然後垃圾放著人就跑了 然後他就覺得對這件事他很困擾 他不知道怎麼管 然後我就跟他講了一句說 其實你要不要做這件事 你取決你們老闆怎麼定位你 如果你老闆定位你就是一個這個空間 講白點就是一個打雜的 你就是要負責去當服務生 提供很好的服務 給來使用你空間的客人 可能他杯子沒收 你也不好意思跟他講 因為去幫他洗這樣 但我們經營空間比較特別的方式是 我們經營空間比較特別的方式 就是我們也把進駐者當做自己人 然後我變成我們有東西啊 比如說你有東西沒有收 就是我們一起要維護這個空 就是一起維護這個環境 如果你東西沒有收 我們就會去找說 到底是誰沒有把東西收好 然後漸漸就是我們這個地方的風隙 就是在我們不是服務業 就是我們提供場地 但我們不服務你的那些雜事 那些雜事你都要自己做這樣 然後我就剛剛有說 如果你老闆認為你要去做那些雜事 那你就是要去做那些雜事 如果你老闆就很清楚的定義 你不需要去做那些雜事 你就可以不需要去做 然後可以讓把這些責任推回去 給做這件事情的個人這樣 然後再來我是覺得 Hover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老闆 他一開始進來跟我說 現在空間對我最困擾的事情 大概就是倒垃圾了吧 但是我真的不是要叫你來倒垃圾 我要給你的工作是 你只要找到有人負責倒垃圾就好 比方你自己去倒 就是他希望我可以去當那一個 運籌帷幄的人 然後他也說 妹你如果之後 他說妹之後你如果要出國啊 一個禮拜啊一個月要請假啊 都沒有關係 我說都沒有關係 然後他就說 對啊你那些事情 都找到有人可以處理就好了 就是譬如說我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 是誰幫我做什麼事 誰幫我做什麼事 他覺得這些人 在裡面都是可以好好運用 然後互相幫忙的 所以但是相對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open mind的人 常常他就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 然後他可能就是 其實我就覺得他有時候像夢想家一樣 他常常就是提出一些天馬行空 可能提了十個 然後可能會被我打槍七個 然後他可能 然後還有他常常就是 自己就是那個常常破壞規矩的人 他可能就說我們現在就是要對學員怎樣怎樣啊 我們現在就是 既然只要怎樣怎樣啊 然後最後 最後他自己都是第一個打破那個規矩的人 因為他就是一個 有非常非常多的彈性 但我覺得有時候經營一個空間 跟經營一間公司 其實規則是很重要的 就不應該讓別人覺得 為什麼A可以這樣 B不可以這樣 然後所以在這些狀況 就是他是一個夢想家的狀況 我就是一個比較 我覺得我自己規則是採得蠻死的 所以我們常常就會有 其實也不是爭執 我們其實會有很多 就是互相說服的過程 比如說講一個比較誇張 就我們老闆很喜歡把帳開給學員看 直接就說 我們真的是 真的是為了你們做了多少事情啊這樣 就是把公司的帳本就說 妹你現在把公司的帳本打開給他們看這樣 然後我就說 蛤?公司的帳本要開給他們看 然後他就說 對啊沒關係啊 我就說 蛤?然後我就會再喊一次 然後他就說 喔要開我就說 然後我就犯一個白想說 喔好吧這樣 然後我就 但是我事後就會跟他講說 我跟他的合作方式就是 如果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做的事情 我就會講出來 那我如果 然後如果他堅持要 我會再講一次 不要吧這樣 然後他可能又堅持要的時候 我就會妥協 因為他就是我老闆 我就是領他的錢做事情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在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子 一步一步磋商而來的 然後再加上他真的是 把我當作合夥人 一起在做這個地方 他是一個 聽我的意見 然後會主動 甚至他 會請你做一個 阿妹幫我影印一下 喔謝謝這樣 就是一個很有禮貌 所以我就覺得 我在這份工作上 得到很大的尊重 跟我有很大的舞台 讓我會想要把這地方 跟他一起經營的更好 就不是把自己當 當一個一般的員工看待這樣 然後再加上 合夥人的經營模式 就是我一方面也會想要幫忙 就我 想要幫忙Mentor處理 training那一塊 然後可能Mentor的時候 他們會有自己的案子在忙 或者是他們可能不一定每天來 但我是基本上一到五都會出現 然後有時候可能就會當小蜜蜂 在學員區裡面巡邏 聽聽小八卦 然後再回去匯報給Howard 或是匯報給Mentor 就說最近某某學員可能 狀況不太好 但狀況不太好說未必是偷懶 可是他最近可能家裡狀況 感情失和阿什麼的 都會造成他們學習上面的效率變差 但這些可能 他們偶爾經過學員身邊 不會發現 但如果我在裡面竄場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這些問題 那我們就會開緊急會議阿 然後就說 某某某遇到什麼問題 那我們應該怎麼幫助他這樣 所以其實某部分的工作 也會幫忙協助Mentor 然後在學員區當當小蜜蜂阿 然後當當軍師阿 因為其實 我跟Howard蠻常在 還有跟Mentor我們三方 蠻常在做一件事 就是幫學員解決問題 但解決問題 常常都不是技術問題 都是他們的人生問題 因為他們很常 學習走走走走 之後就突然撞牆卡關了 就需要有人 再去幫忙他Push一下 然後他可能發生什麼 變故 又覺得很沮喪 又要幫忙Push一下這樣 所以其實 我們工作就是 互相Cover 如果我們不在 就是幫忙CoverMentor 然後我們如果 如果Mentor不在 我們幫忙Cover 我們不在 就Mentor會幫忙Cover 我們這邊這樣 然後其實走到現在大家 我們就剛剛Howard有講 我們就是經歷很多 嘗試跟修正 才走到今天這裡 甚至我們一開始 有沒有想像到 就是我剛剛 剛開始來的時候 才十幾個人嗎 早上十點多 還第一名這樣 然後我現在都 都大概第十名 才出現 對然後到現在 這個場域大概六十 就是 基本上他平日常態出現的人 大概是六十個人 然後 然後我要 總結一個 為什麼我們可以 用一個低成本 低成本就是 主要員工就是 唯一個 然後可以去管理一個 這麼大的場域 加上我們場域 比較特別是24小時 像有一些 co-working space 他們可能是 要上班時間 比如說 櫃台有上班的時間 才可以 才可以進來使用這樣 然後 然後我們的方式 比較像是 我們把大家 當作一個大家庭室 在管理 其實我們比較少 在收閃課 都是常駐的比較多 然後加上我們的學員 進駐者 很多 mentor 這樣 都互相照應 我們就是大家庭室 我常常都跟客人開玩笑說 我們這裡看起來 比較像是一個 大學的lab 就是研究室這樣 大家就是感情很好啊 白天會一起學習 其實我們蠻要求 在白天時間 大家要蠻專注學習這樣 當然你可以講一些垃圾話 但是基本上那段時間 就是學習的時間 我們會要求大家 在白天的時段 要努力學習 然後晚上可能 五六點過後 大家就會 訂披薩 或是有人可能在這邊 打電動啊 或是找電影來看啊 諸如此類的 我們也都會鼓勵 其實他們都蠻鼓勵大家 把 比如說晚上的時間 假日的時間 也可以在工作室裡面 創造出一個 強的鏈結 如果你的生活脫離不了這裡 你就會想到這裡變得更好 而不是 像是你在一般公司上班 可能就是 六點下班 我必須坦白講 我剛才上班的時候 每天都在等下班 就是六點一到 我就溜出去這樣 那我現在可能就會 真的會把這裡當做自己家 因為你回家也是 滑手機 用電腦看電視 在這裡也是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但你跟這裡的人 就是像你的朋友 像你的家人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利用 大家對空間的歸屬感 讓每個人都想讓他變得更好 然後這是 這是我們經營這個空間的 撇步 對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欸 有人要問問題嗎 也可以對Howard提問 或是對我提問都可以 好 謝謝 好 那看看我們的QA 大家知道我們有slider齁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放在我們slider上面 然後我們每一場每一場的話 會後都會有一些時間可以QA 那當然如果問題很多的話 我們就簡短的QA 然後講者的話 有可能都會在休息室 都可以再持續做交流 那以上今天分享這一場 那地方空間經營創生 大家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不太確定slider 他有沒有正常的walk 但目前的話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現場有沒有大家可以舉手想要問的 任何 好欸 大家都很peace 都還沒有醒來 大家今天有吃早餐嗎 大家今天有吃早餐嗎 台南的早餐很精彩喔 台南的早餐有什麼 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就繼續講這樣子 台南早餐有牛肉湯 欸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欸 我想詢問一下 就是你們工作室的營運模式跟獲利模式 是怎麼 怎麼樣可以讓你們一直 持續前進不會倒閉的 是 這是個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但講營運模式的話 其實我們有一個前提 剛剛講到一件事情 我們的burn rate非常非常低 這是一個先決條件 現在剛剛有開始提到 我們這邊的租金啊 基本上 他竊確的數字是 接近五萬塊錢 場地租金 再加上水電成本 這一塊接近五萬塊錢 然後呢 我們的人事成本 就只有單一位員工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可能在工作室 本體常駐整體的開銷 應該會是接近十萬左右 那我們這邊在進駐方面的話 收費是兩千塊跟三千塊 分為進駐跟 固定座跟非固定座 那我們現在繳費的 大概有接近四五十個人左右吧 所以光就進駐這一塊的話 其實就有機會足夠cover 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有蠻多的開支 是花在圈零上面的 但我們也因為說 我們有很多的案子的需求 那我們這中間的話 就會跟案主講 其實我們現在模式非常非常特別 我覺得現行的這一些 案子的發包狀況 他有很大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政府 或者是某個單位 然後採購 開了一個一百萬的案子 有可能在一包手上 接了一百萬 可是他可能再發包二包 再發包三包 可能每過一包就砍半 或少了一個零 所以這是一個很 管理工程師 如果你有辦法跟 這個奇怪的生物溝通 你有辦法檢查他出來的內容 或者是說 你可以有辦法指派他任何的工作 那你直接跟他 我們就直接 step back 那你就直接跟他對口 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沒有辦法 跟這個生物溝通 你需要有人來幫你管理 有人幫你檢查的話 我們可以做個角色 我們稱為這件事情就是管理 做PM的角色 所以呢這些案子 我們就把兩個offer告訴他 你要麼就直接對口 十萬塊 不然的話 我們就會把我們的管理費 算上去 就是額外 例如說我們收三成左右 所以就變十三萬 你自己做決定 但大部分的案子 幾乎所有的案子 都是交給我們來管理 因為 許多的案子都通過這樣子 所以這個額外的管理費 也是支撐我們 可以做這塊做training 然後慢慢的mentor 額外的bonus 這塊經濟來源 所以我們的基本核心概念是這樣子 我們要不要賺大錢 我就要不要賺大錢 以後再說 資源會以很多狀態呈現 錢只是一種比較熟悉的一種 可是我個人覺得 人才是最重要的資產 我們如果可以持續聚集人的話 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最棒的能量 那至於說能不能賺錢 這件事情 我覺得只要可以break it even 讓我們不會死掉 這樣就夠了 所以以在我們burn rate 非常低的狀況 其實我們的可塑性可能性 其實就非常彈性 台灣提 不守規定的進駐者 會怎麼處理 基本上 我們很直白啊 就是大家交朋友嘛 大家好來好去嘛 當家我幫你當自己人嘛 你沒有辦法幫我當自己人 或沒有辦法把自己 當成是自己的地方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不適合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會請他離開這樣子 因為我們說實在的 我們一開始就像妹說 我們很大方的對待你 我們基本上給你我所有的一切 可是如果你不是這樣的人 那不好意思 那可能就不適合這裡 那再來的話 我要把他 欸 好這個 好 好 OK 台灣體制無法訓練好的工作 那麼好想工作是 預於體制的訓練方式如何 好 台灣以往的訓練的方式是什麼 最基本的模式 大家要來上課 我教你 接下來呢 我來考試 我考你什麼 我考你會不會 我考你記好了沒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 填壓式的教育方式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的話 每個人搶的東西 並不是在理解他所學的內容 而是在比大家看誰比較會背 比較會考試這樣子而已 這會變成很畸形的狀況 所以我們教育方式 我覺得比較正確的模式應該是 我什麼都不教你 我就直接把問題丟給你 然後你就開始動手做 這樣才會有求之欲嘛對不對 你今天如果想要把這件事情完成 如果你對這件事有興趣 你就會想要知道 你就迫不及待想要解決這件事情 這邊有很多的書 這邊有很多在這邊進入工作的人 有經驗的人 這邊有很多跟你一起學習的夥伴 這邊資源超級豐富 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想要學習一件事情的話 你可以在這麼多資源的地方 然後隨意的成長 然後隨意的嘗試 這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這樣子才有慢慢慢慢的 培養出他自學的習慣 跟解決問題的能力 那這樣子在台灣的 傳統教育體質裡面 基本上是比較少見的 因為大部分都是 大家乖乖坐好了 我們上課囉 我們第一張第二張第三張 常講一個笑話 今天如果大學的教授說 同學們我們今天 這一學期的期末考 就考到第十張 那麼我相信沒有任何一位同學 會去念第十一張 這是台灣教育的悲哀 最後一個問題 目前政府有獎勵加速器或孵化器的方案 你有應用往這方面發展嗎 其實當然是有啊 可是我們一直以來 現在好想工作室到現在為止啊 基本上我們沒有拿過任何政府的資源 因為以我們這種狀態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稱為自己是孵化器 或者是做資訊教育這一塊的話 那我們要去拿取這一塊的經費 我們的相關的 相關的人 不是相關的組織就會是類似像是 資策會這一種很大型的團體 或財團法人之類的 那通常我們在做的事情 都還沒有到一個量的時候 或者是還沒有 你不是一個咖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去申請這些計畫 因為他們還看不上 但是漸漸的我們已經凝聚出慢慢這些計畫 所以接下來我們像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接下來換到另外一個地方 其實也是跟台南市政府合作 去創造出這個地方出來 所以我覺得任何事情其實都一樣 我可以去找這些計畫 可是如果我是因為這樣的計畫 而產生出來的養分持續維持 那老實說我就變成形式走漏 所以我覺得正確的應該是 方式是我先創造好我裡面的能量 慢慢長大之後 等我試個咖 等我真的裡面有能量 然後我覺得可以再做更大的事情 所以簡單講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任何合作的方向 OK的太棒了這樣子 好OK沒問題 好那有其他問題 隨時都可以再聯絡我 基本上搜尋好想工作室丟粉絲頁 大部分都會是 我會看